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专家分析主要是受益去年呆账处分 亏损主因大环境不佳 使纳智杰自主品牌在两岸销售未如预期 弥补自主品牌纳智杰亏损 日前才宣布对纳智杰大规模减资97.5亿元 减资幅度高达99.49% 引起市场关注 但不到一周再公告对纳智杰现金增资60亿元 等同向外宣告替纳智杰续命的决心 大刀对集团进行体制改造 对外也有新布局 拓展电动车市场 今年二月严陈丽莲亲自和鸿海集团董事长签署策略合作 由玉龙提供技术 结合鸿海零组件供应链 双方合资公司预计在Q4设立完成 电动车的时代即将来临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未来的趋势 玉龙等于是把所有的血都止住了 找到一个最棒的合作伙伴 鸿海 然后大家一起合作 新手鸿海布局电动车市场 还要在新店开发玉龙城 退去严凯泰的影子 严陈丽莲带领玉龙 开创新局 三连新闻 刘少博阿婷 台北报道